澎湖南方四岛的水下景色是一片微微大观的生态奇景 在冬极与东岸有许多薰衣草色的肘孔珊瑚 密布成一片紫色肘孔珊瑚群 潜水爱好者将这片珊瑚称为薰衣草森林 在近岸有浅礁的平静海域 沙礁混河的地形有许多石珊瑚群集 层层叠叠的表孔珊瑚 就像是墨内荷花图画在冬极与的海底 呈现出安逝宁静的气氛 在西极与的南方水下生态也显得热闹蓬勃 附近分布多种大型肉质软珊瑚 其中有各种不同的雀雕与龙头鱼科幼鱼前游其中 软珊瑚生长得相当巨大 这里被潜水爱好者称为花环花园 东与平云西侧海岸接近鱼港的地方 是缓降的珊瑚礁地形 缓坡上的石珊瑚礁群生长茂盛 一朝间带到十公尺深处最为发达 沿岸浮前不时可以看见隐身在沙地 或藏身在肘孔珊瑚下的水下居民 珊瑚礁之间也不时出现小鱼群穿梭其中 另外在东西与平云之间的海域水浅距离长 群生的肘孔珊瑚形成长廊般的样貌 故称此处为生态长廊 此前点珊瑚 种类繁多 色彩鲜艳 不但提供小鱼小虾们温暖的住所 更是最佳的繁衍之处 多样的珊瑚礁生态 丰富的鱼群 看似宁静的海洋 实际上水下的世界正喧嚣而精彩 繁衍着无限的生命力